接著 這個問題比較緊 先跟好朋友做一個回答 這是我們Magica1672 對1672 他在說到這個美容鍵桶還沒開花 出來後他的燒隔 開花 我們是不是沒有花 沒有花出來還沒開 他就扛掉了 這就落掉了 這是什麼樣的這個原音 這個我們請請 在這個種鍵 就是說 我們像種花花 種這個美容 這種其實時花也是一樣 就是說 這個在葫蘆科裡面 這種情形 我們通常有一個叫做 如果還沒開 譬如說他就是 好像算 嗯 基本上就是他沒花 沒花就直接出來 就有看他沒花 但是還沒電開 他就扛掉了 這種我們通常叫做小蕾 就是說這個花蕾 花蕾 蕾 蕾 不是蕾 是那個花蕾 它就是還沒開愛就消去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一般來說就是說 在這個 那是花蕾 花蕾 花蕾也好 還是說 像這個 美容 這類的 我們通常就是說 往哪有這種的一個 這個現象 要有這種的一個 這個情形 這個 最主要這個 原音通常都是 最主要是兩架 兩架 這個現象 這個第一架 大概像這個 漏蕾 連刷這個漏蕾 漏蕾 現在根系受損 根系受損 它的營養 就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他一定會去調整 那個時間剛好在開花蕾 他剛好有一個花蕾分法 到那個時間到 他花蕾分法是不可逆 他通常是無法翻討 所以現在這個東西 就經過了 他就開始燈檔 開始燈檔的時候 現在來就作成 因為這個 蚵蕾 蚵蕾 這個營養分比較不夠 是說 他的一個 有時候 不一定是營養分不夠 有時候是 他的這個內原荷酪 這個關係 作成他這個東西 就比較無法 提供得夠 所以這通常就是 作成這個花蕾 這個花蕾 這個就燒掉 我們說的 有的叫小包 這整個花包 就縮掉 然後就落花 這種的現象 這在我們這個地方 真的在 種羊香瓜也好 或是種我們這些 這個甜瓜 梅朗 或是這個花粿 都有這種可能性 這都是在這個蚵蕾的時候 所以我們進行 在提出朋友說 因為花蕾分化 它是一種 它一樣的 蓋來對不對 花蕾分化 它一樣的 問題是 到那個時間 你如果是沒有 天氣不太好 它有可能 就有機會 這當然對我們 就作成一種 的損失了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通常就是說的 一些營養 讓它去供應 所以我們進行 在提出朋友 在探討的時 其實在那時候 靈 我們其實 在那個靈 靈 下來後 大家的印象 這麼親 大家都討論 但是那時候 我們比較不怕 我們根本比較害怕 就是說 這時候你根本看不到 有些傷害是後面看不到 所以這種通常就是說 它一個這個 黑音 所以你之前看到 它這個 消掉 但是應該是黑音 如果突然好聽 它就好 但是你要注意 有這種的 這些現象有時候 就是代表說 這個蛋肥效益不足 這個 有的人說 蛤? 蛋肥效益不足 這最主要就是說 有的 我們每個人 有一些淡肥 剛好倒病 因為我們 從作物來說 就是它一個淡肅 在黑音的時候 它主人就比較容易 因為沒有人 沒有人的 作物需要 需要就是說 它要求等 要生長 所以一些營養分 這個營養的 都會照顧 這個生涯 所以通常 在黑音的時候 比較容易 量等 會徒長 那時候 會把剛才開花的 這個營養 把它背掉 所以我們通常 在這個時間 就是說要壓制 不要讓它一個心位 量起來 不可以讓它量心 只要如果是量心 這個 這個 這個營養就沒有說 真好 我們老一圓 他們的營 這個 營一圓 也沒有老 這也是很厲害 七十通火而已 他們的營養時 剛才冷 他竟然去給它動心 我怕得到 奇怪 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要動心 為什麼要動心 這很冷 這個心如果沒有動 讓它量體重 看起來黑音那麼多 我們比較去學到 這 人的經驗 實在是 我覺得我覺得 在我們做事的 好朋友裡面 很不可思議 就是說 他們的經驗上 他們在觀察 作物的生長 會那麼多 這根本 沒有打過什麼 植物生理學 對吧 但是他們就知道 在這個冷的時候 現在來的黑音 黑音 它就不會 它就會量重 量重 就不可以讓它量重 所以用這個 可憐膏 這都是一種破壞性的 明明 明知道不好 但是你就是必須要去用 所以我們之前 黑音的時候 你去聽眾朋友說 最不重要 用假離子 把膠肥 控制好小 盡量把淡層 壓不住 不要讓它靠心 這樣就是怕說 連續黑音太多天 比較容易去產生這種現象 所以我們是說 在開花期間 遇到這個黑音天 要很容易落花 小包 這種情形 這有時候還是沒辦法 還有就是這個時間 如果水分太多 淡層太多 這都有可能 影響到我們的條件 所以這大概 你可以稍 知道 最主要這個原因是這樣的 齊平兄 當然有很多 這個走果劑 還是什麼 當然 他有這個對雕刻 是有幫助的 包括在我們很多 聽眾朋友說 你一定要稍微把它撒一下 遇到這個黑音的時候 平常你沒用沒差 但是火情的時候 你對這個開花 做一點處理 天氣好 你根本不用去用什麼開花 你自己這個火包起來 就很大禮 會消不消 你大概就知道 一個小孩 大概要抓的這個機會 就很小 那出來就正常正常 有時候那個木火 還沒開 差不多就很大顆 尤其就沒弄 那應該要消去的這個機會 比較小 所以這給你稍微知道一下 稍微了解 就是說 這個應該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很容易去遇到的這個情形 我們可以讓好朋友稍微知道 好 最主要是黑音 有什麼好方法 沒有 可能就是說 煮一些 這時候就是煮一些開花 我們有跟聽眾朋友說過 這個開花這個東西幫助他 來就是控制這個水分 不要太多浪 美容在洋香瓜也差不多 美容在他開花 這個時間要稍微稍微 等他開出來 雕刻那時候就開始 要補水 要慢慢慢慢水 要慢慢增加 你不可以把它蓋很乾 要向上走很浪 這也沒說太好 這通常是這樣 可以對到這些東西 對到他的這個 有很大的幫助 希望說可以讓你少了解 既然說到這個美容 在這裏就提醒到 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這陣子很容易到 這個慢苦病萬古 萬古十的時候很容易到 這個萬古 通常有當時在長頭這隻 會抓到 長頭抓到他就直接這樣 滅滅滅滅 像像疫病這樣 但是他滅滅滅滅 會比較嚴重 他會滅滅滅 如果沒有嚴重 他不一定會滅滅滅 但是他的那時候 這樣有一點油油的那種感覺 在床子館長的頂一點 那從什麼東西去加 就加一口 會在那裡 打皮打皮的那種感覺 那如果有一點 要流湯流湯 所以這通常都是 這個萬古病 萬古 萬古病 這陣子呢 如果說在這個 以後來說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萬古病 還是這個肌腐病 在長頭那裡 直接就丟臉 冷氣 這都有可能 都會影響到 我們很大的一個山領 這在這裡 讓你稍微知道 因為這個萬古 大概我們種過 就是必須 開始在吊過 世長當然 由世長就開始拼 拼得比較大 這大長的時候 也是一樣 他在這個國病 那個地方 就很容易去找到 我們一定要 在那個地方 受注意 這萬古呢 就是像 三佛民 鋪滅靈 雅托民 普克拉蒙 這個油 這個 是 這個 算 吃幾多保證 和一個 這種 保利美術 這種東西 做回來 用 尤其保利美術 先用這個 對於這個萬古病 就比較容易 來解控這條 因為這個歐音 這些病 都很容易 來解散生 所以你現在 可能 小一兩顆 也沒什麼要緊 這個天 這個天 涼涼 也沒說很燙 人家差不多 也沒說很冷 十八度到二五度 很舒適的 這個溫度 很容易到這個萬古 我們如果是熟悉 當時 尤其是翻南風 這兩天可能 沒有什麼 要不說很明顯 再來這個治療封面 搞 聽到的時候 就很容易到 有的是 都會知道 在長頭 那邊白頭 但是很多 都在這個國病的 這個所在 肌骨的館長也都有 要直接 要帶去 稍微 如果有時候 那邊敲開 沒有敲 敲了不一定 這一陣子你先注意一下 這個是 講到這個 尷尬 跟我們提前朋友 做一個鐵刺 現在不簡單 可以顧到現在 已經要開火了 表示呢 這完了 上東的這個用心 這陣子 有辦法 顧到說已經在開火了 算說完了 上東的這個用心 比較有辦法 削一半了 沒關係 但是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這個 吃離子的一個控制 因為這陣子 這個煤龍都很有機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 這道理做參考